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師父慈悲 各位諸上善人慈悲 佛說觀無量壽經 文說 欲生彼國者當收三福 一者孝養父母 奉侍師長 慈心不殺 修十善業 仍然說到奉侍師長 上星期說到 佛陀和他的接班人 加攝尊者之間 一種殊聖的恩怨 有事者 啟發到我 說到這個 三妹爺這三個字 有些弟子就說 上次我說得不太清楚 還仍然把握不了 究竟三妹爺和奉侍師長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說一佛出生就千佛扶持 一位佛陀出生於世間 有千尊佛扶持 這是譬如多的意思 都同一時間 在那個環境裏面 去幫助 這一尊教主的佛陀 去弘法離生 例如民樹菩薩 維摩居士 乃至觀音菩薩 全部都是古佛在來 一早已經 成了佛很久 但是要幫助佛陀 弘弘佛法 所以他又重回世間 來幫助佛 來弘弘佛法 而我們又說到 在一個世間法裏面 就是說佛陀是一位老師 當他成道之後 他自己誤明了 這個宇宙人生的真理之後 他要將這個文化 將這個哲學 將這個羞恥的方法 將這個對宇宙人生的體驗 的一個過程 他如何去交給下一代呢 這個就是講 這個師徒之間的關係 你們看到佛陀 他坐在那裡說法 兩邊有協士菩薩 有專者 有種種的成就 這個法的恩緣 才突然展開 在這裡 我們講到 家攝專者 和佛 那個甚深的恩緣 現在又講到 和阿蘭專者 我們看到佛陀旁邊 一定有兩位專者 隨著他身邊來供奉 其中就是阿蘭 無論是 佛陀的弟子也好 諸佛菩薩也好 他是基於一個什麼的緣分 又會 凝在一堂 講為眾生宣示這個法要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三個爺 這個三個爺 翻譯過來 其實就是一個誓願 為什麼呢 好像我們看三角演義 當日 劉備 關帝 張飛 桃園結義 他們曾經 一起向天發誓 共為兄弟 而令到利國安民 在這個道義上 他結拜為兄弟的時候 是向天來發誓 他們今生 是結為二兄弟 我們看到特首 他被公舉為我們香港的特首 特區的首領的首 你是不是見到他上台 也都會宣誓就職 你看到有些議員 當他要去做議員之前 他通常都發誓 跟我們爭取一些什麼 當然有些假有些真 但是你可以看到 譬如我們歸醫的時候 我們又要發一個平等的誓願 就是說 眾生無邊誓言道 煩惱無盡我誓願斷 法門無量我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這個就是平等的大願 事故一佛出世千佛扶持 他們大家能夠 營在一堂 後面的根據什麼呢 就是根據這個法界的平等誓願 大家要誓願道盡一切的眾生 所以哪裏是有弘法利生的緣度呢 古佛都會隨緣來助教 就是基於這個法界的平等誓願 我們所發的願 和佛所發的願 是平等的 所以真正要發大心的時候 是會有嬌慢的 這個嬌慢 就不是我們普通的嬌慢 是一個大的驕傲 大的驕傲為什麼呢 就是把佛的心 放在自己的心裏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稱為奉事師長呢 奉就是依教奉行 事就是事業的事 就是把佛的事業 作為我自己的事業 那這個是不是很嬌慢呢 這個是大的驕傲 為什麼呢 自己是博地凡夫 怎麼可以跟佛相比呢 但是除非不發願 如果發願的時候 難道我說 我發財了 立品了 我要找一間好屋住了 我信佛之後 我就順順利利了 買那樣得那樣了 如果是這樣的誓願的時候 這個是自我的誓願 不是法界的平等誓願 法界的平等誓願 是佛陀正道的一個本言的一個願力 成了佛之後不是空空蕩蕩 而是在這個法界的自然的悲情 對一些迷惘的眾生那種拯救 那種的願力 就是這個法界的願力 所以 如果我們要找師父的時候 你自戰而言 你要起一個大的心 你才找到一個大心的師父 你起一個細心 你就起一個細心師父 這個完全是觀察你自己的起心 所以這個沙梅爺 打水綠的時候 會掛在那個點的前面 是好像說 法界的蒼生 無論是拯救者 被拯救者 大家都同一誓願 來到普渡眾生 所以師生之間 如果沒有共同的誓願 沒有共同的意願 是很難成為師徒 如果就算是普普通通迷惠 做師徒的話 我們都很難得到究竟 所以古德叫我們找師父 要張開眼睛找 修徒底又要張開眼睛修徒底 但是師徒之間 那種微妙的恩緣 是跟父母有所不同 是甚麼呢 父母是沒有選擇的 是本然的 是一個緣分的 但是師徒除了緣分之外 還要有那種誓願的同一條路走 然後他那個緣分才認就 所以 我們看到 阿蘭尊者和佛陀之間 那個微妙的恩緣 我都會較為詳細去說 希望從中大家體驗到 原來師徒之間 那種的甚深惠命的恩緣 是如此殊勝的 阿蘭尊者和佛陀 阿蘭尊者和佛陀 在成道的那一晚 正泛王 他聞見菩提書臣 告訴他 太子今天得以成道 當時 正泛王高興得不得了 全個宮中的人都非常高興 因為太子在六年苦行之後 他終於誤到宇宙人生的真理 同一時間 正泛王的弟弟 阿白泛王 他又報起 說他第二個兒子出生 所以 阿蘭尊者翻譯過來中文 就叫做慶喜 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 因為剛剛佛陀成道那一天 就是他出生 所以你看到 人與人之間 其實大家可以同一個時空出現 一定不會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世界上 沒有絕對的敵人 也沒有絕對的 我們是 大家的緣裏面 他為什麼呢 他也是有一個縮緣 所以無論大家好好也好 大家你討我我討你也好 這個也是無常 但是 好和不好 只是一個業力的反掌複掌 所以我們要觀察一下 為什麼和他一起出家呢 為什麼和他一起受法呢 為什麼和他一起共修呢 如果不是 宿生大家有一點緣份呢 雲雲眾生金鐘 怎麼會大家會一起呢 所以 阿蘭尊者出生 和佛陀成道 同一時間在宮中裏面 成為一件非常大的事件 後來佛陀成道之後 到樹弘法 五毛幾內 他就回到宮中 和父皇說法 去道一些宮廷裏面的人 當時 當時阿蘭很小 他離遠 是一個少年 因為阿蘭出家 都是很年輕的時候 他一看見佛陀遙遠 在宮中 我看見阿蘭的時候 我看見佛陀的時候 一看到佛陀在宮走進來的時候 阿蘭很奇怪 他整個心裏面 所以我們上次在靈炎經說 他一看到佛陀那種尚好莊嚴 安長自在的境界 他很羨慕佛陀 很仰慕佛陀 很恭敬佛陀 有一次佛陀在說法的時候 他即時拿一把線 和佛陀在那裏撥線 很自然 後來宮中的王子好幾個 都想跟佛陀出家 白飯王 當然不捨得阿蘭 和佛陀出家 一直都阻止他和佛陀相見 但是很奇怪 你無法阻止阿蘭 阿蘭根本的心 看到佛陀之後 他整個心已經疑定 這個就是他的老師 所以 最後 阿蘭尊者 都終於跟佛陀出家 而佛陀 亦示意他和這幫王子 一起跟隨他出家修行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阿蘭默默地 跟著佛陀 這個不是今生的緣分 是過往生中 他們都結下甚深的一緣 上次我說了 後來佛陀很久都沒有人侍奉他 不是說沒有 東一個西一個 這個侍奉完 又不是很想 又留給第二個 所以在這種情況 大家都覺得佛陀年紀也大了 一定需要有個 使者在他身邊 所以就選了阿蘭 在那邊 我們會比去了 我們會坐在那邊 我會坐在那邊 感谢观看